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伯雷利 刚刚完成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访问期间曾经公开表态 指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信受损 引起北京当局不满 伯雷利今天离开北京之前重申 布鲁塞尔认真对待中国 并且希望北京能够在地缘政治 以及贸易问题上给欧盟同等回应 首先是两个关系 Very important to told to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The Director for Anghar Council For Anghar worried that for China and Europe preparation is very much important that Europe takes China very very seriously and we also expect to be considerate 不是根据我们的关系 而是我们自己 博雷利表示 欧盟不会对中国关上大门 也不会挑起贸易战 更乐见中国繁荣稳定 无意限制中国的发展 博雷利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 王毅事后形容 双方的谈话全面诚恳也很友善 两人也讨论了俄乌战祸 以及尾巴冲突 博雷利再次促勤北京 利用影响力要求莫斯科 停止攻打乌克兰 另外欧盟幕僚长莫拉 会在下个星期访华 与北京当局继续讨论 地缘政治课题